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以前就是覺得說 反正我的感情生活又不複雜 那就應該不會輪到我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錯誤的觀念 然後我現在也蠻後悔的 因為我覺得只要 就是就跟數據分析 只要有一個 就是一個伴侶 你可能患到的機率也有50% 對 然後在男生的身體裡 根本是就是很難查到 所以幾乎是沒有辦法查得到 所以因此就是 除了定期做謀騙 接受疫苗 然後現在的疫苗 也比以前的科技就非常好 然後全身帶包錢套 就是除了這個之為 沒有辦法併用的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也是幾個很重要的觀念 跟大家分享 不要覺得說得到子宮頸癌 一定是代表他的這個生活很複雜 他的交易有對象很多 其實這些都是不正確的觀念 而且最重要的是 剛剛直升陽特別提到的 我們要完全預防 所以三個觀念 真的還是要 就是謝謝今天Aster的分享 不管是你要安全的新行為 或者要定期的抹片檢查 最重要的是要接受 這個HPV疫苗的注射 能夠讓所有 不管是年輕女朋友 或者是年紀比較長的女生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完全預防 子宮頸癌的威脅 再次謝謝Aster的分享 謝謝你